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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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周 杨河 你醒吧 愿静 愿静 你 你要眼镜 我现在是不是特别难看 不难看 你在我心里啊 永远是好看的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也是在一轮 也是你给我戴的眼镜 永和 永和 医生 永和 放心 这冬天是怎么一回事 您还记得 您在情人机械上 漫步小意吗 我记得 我记得 小意 把我编了一个过过中原的模 那是我送给喜欢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那吃 但喜欢已经不在了 原生的喜欢的那只果果 被他拔给踩死了 后来 喜欢就哭着跑出了家门 之后就没找出来 这些年来 小姨一直都没有 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 你也别怪他了 你也别怪他了 到现在 他都很自责 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喜欢 开车 来 老少 您来一下 好 老少 我怕你得回避一下 将军要来看阳谷同志 现在正在路上 是 将军 什么将军啊 看来阳谷同志还是没跟你说 小姨就是将军的亲生女儿 这次阳谷到北京来看病 就是将军帮他安排的 阳谷同志更快就要走了 将军提出在最后见他一面 好 我到处在找你 你跟我来一下 是不是阳谷 不是 将军要见你 将军要见我 将军要见我 是 是 饶得文同志 是 将军 尹将军 是 是 杨虎同志的第一任丈夫 刘泽 刘泽 是 是 是 将军 非常感谢 感谢 这么多年来你对他的照顾 将军 不许说 我绕得我们这一辈子 能跟杨虎在一块生活 能跟杨虎在一块生活 是我最大的心灵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陪着他走完生命最后的一程 妈妈走 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陪伴下 平静地离开人世 我 我有段时间没有回永成 可永成的消息却总是不断 刘叔叔退休了 锦南阿姨身体越来越长 刘世辰因为文革中的错误言行 极度悔恨 一度陷入自闭 据说在饶老师的开导下 他整个人渐渐开朗起来 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也当上了人民教师 为祖国的下一代教书育人 他也希望能有此弥补年轻时犯下的工作 而最让我放心不下的 就是以燕燕和刘世军的感情问题 就是以燕燕和刘世军的感情 小艺 米燕燕 你还认得我吗 当然认得你了 还跟以前一样 还是那么漂亮 我就老了 你看看你真是 你演员就是不一样 你穿得这么好看 我跟你说 我上班的时候啊 你看报纸 哟 打鱼杀家 主演米燕燕 我马上就买了一票 我必须来看你的首场演出啊 真行米燕燕 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 老跟我唠叨说 你不要演戏 不喜欢当演员 你看看你天生就是个演员披子 你妈妈要是知道了 该多给你喜欢 是啊 妈妈如果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其实 我这次来北京 是来 参加美花奖 好好好 你呢 听世军说 你考上研究生了 而且留在北京当衣裳 多好啊 能替你高兴 怎么样 这些年 你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过日子挺好的 简简单单的 无牵无挂 这么长时间来 都过习惯了 我能理解你这种新鲜 其实我这么多年 也跟一个人过得差不多 你知道 是这人吗 他怎么回来 偶尔回来一次 他 对我也客客气气的 可能太客气了吧 倒不像夫妻了 反而像朋友 有的时候 我看着他一个人坐在那里 闷闷的 不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 他心里有个结 一直没打开 有的时候 我看着他 我就在想 我跟他这么多年来 是不是一个错误啊 敏老师 敏老师 采访你的记者 在贵宾室等你呢 我要走了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要来采访我了 好好好 这几天 交上诗君 我们三个一定要再聚 我走了 小姨 走了 来来来 今天是娟儿可花了血本了啊 是吗 北冰洋气水 你干嘛呀 从刚刚到现在一直大了个脸 我什么时候大了个脸了 得了吧 以前我们保尔小组的时候 你是组长 管着我们就老大了这个脸 现在还给我们脸色看 没错 那时候为了让你入保尔小组 我求了他多少次啊 他那时候组长权力可大了 你们两个今天要干什么呀 合起伙来挤怼我 对了 世晨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结婚 结婚了 生了个大胖儿子 天天给着孩子转 以前女人多了 也踏实 真是想不到啊 我还记得 有一次是我们大家开拓创作会议 对 他 骂饶德文 踩在桌子上嘛 吓死了那些 也真想不到啊 姚老师最后能跟杨虎阿姨走到一起 小姨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问你 你说你妈 怎么就到最后 就接受饶德文了 是 真是 那时候我也想不通 我自杀的心都有了 结果 这俩还过得好好的 十几年 都没吵过架 没红过脸 你别看我妈 堂堂一个大大夫 医院里是一把刀 那在家里什么家伙 其实她都不行 洗衣服做饭 打扫卫生 全是让老师一人包了 还去 钓钓鱼 弄点鱼 煮给我妈吃 对她真的可好了 所以啊 饶德文 真的是一个踏踏实实 靠得住的好男人 对 所以女人长男人呀 就不能心气太高 你看我妈 这一辈子老惦记着那个人 结果人家也不属于她 为了这个 白白了耗费自己的青春 搭了半辈子的幸福 没想到啊 还是身边这个 最不起眼的男人 给她带来的快乐 所以我现在啊 也在总结 人哪 不认识 不能老行着偷走路 也得时不时地看看脚下 说不定有时候 幸福就在你手里 就看你抓不抓得住 你这一个人 要不要怕 我房子 可不是 还要不要过 我 我 在老我 我也要多吻 我 诗君 你还能不能像 在高中那会儿那样 一个人拖我们俩 肯定不行了 老喽 上车吧 真行啊 那有什么样 坐前面 对 坐前面 不行 我都说了 要像高中那会儿一样 还是小姨坐前面 我坐后面 天空 无声无息 我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点点滴滴梦里 心爱的心 明月也没有告语 她来北京前 已经通过诗君 了解到我这些年的交流 她这次来北京 其实已经打算要离开诗君 还给她自由 让她重新回到我身边 今天的聚会 其实是她对曾经爱情 有情 最后的经验 而我 也已经感受到刘诗君 和敏烈人之间微妙的变化 心里 在冷静的痕距 折磨你暮光的日子 温暖不止是 记忆 我决定参加援助飞肉的一辆队 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 我这样做真正的原因 是在敏烈和刘诗君的婚 产生危机的时候 远离他们 我希望他们好起来 不要因为我 再使他们分离 看不见你 风吹过的气 点点滴滴梦里 醒来的心 会再明昔 秦云 把重远了 你赶紧过来见见她吧 去吧 她在里面 她一直在等你 去吧 她在里面 那个 restra doesn't 她在事情 的見て她 如今 她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的骨灰已经找她的意思洒到黄埔江里了 因为她说那是她出生的地方 也是和您相识的地方 我已经爱过她了 我知道 她这辈子唯一爱的男人 就是你 不知道可以跟你做点什么 可是像以前一样给您念一首诗吧 我来自东方 太阳最早从我的家乡升起 我的目光是深情的 背向太阳 面向你 你看不清我 总觉得我神秘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善解人意 我愿你永远天真 愿你是屋顶上的明月 我愿躺在你的月光下 停止呼吸 我甚至愿意 降生在你的土地 感受你的志趣 感受你的志趣 我愿唱着河流洋的夜曲 来装点你梦中的家园 那我愿意 你再这样 你再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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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